大家好 我是长虹板金的Andy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讲有关汽车高温的问题 那汽车高温的问题呢 这个是在夏天大家会经常碰到的 因为由于我们严重的去使用车子的冷气 因为天气太热 再加上本身车子产生的热量 再加上引擎的热量跟汽车冷气压缩机产生的热量 导致我们的车子的水温循环不是非常畅通的情况下 那会让我们的车子会产生高温 甚至于着火的这种状况发生 通常来说呢都是老车 就是我们在前期有介绍过的十年或者五年的这些老车 由于我们没有正确的去做这些水箱的保养 或者说我们没有正确去加正确的cooling 只加的是自来水 而不是加的一个这个什么过滤水 或者说是纯水 导致了它的水管堵塞 所以呢造成这里面就说我们的水的循环系统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呢 造成我们这个车子有这个水温过高 然后呢把引擎有可能引发会烧掉 甚至于说我们要换引擎啊 甚至于再严重一点的有可能会起火燃烧 但是呢在这里呢我现在想跟大家讲一下呢 平时我们要注意的一项啊 就是说我们在检查我们的水箱跟这个什么 这个cooling的时候呢 我们要就是说打开车子要看一下cooling它有两个 一个呢是你的备用水桶跟一个就是你的这个什么正常水箱的一个加水的盖子 那水箱的备用水桶的这个地方啊 我们跟水箱的这个盖子要检查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注意要把这个车子要稍微停在那边 有个一个小时或至少半个小时左右 而且呢用一个干净的毛巾来检测它 因为呢以免水温过高 我们打开盖子的时候它会喷发出来 因为完全是个密封的系统 所以呢它一旦有一个地方有个缺口的话呢 它有可能会把高温的水给推放出来 而导致烫到我们自己 所以呢往往我们打开那边的时候会注意 那个盖子上都有一个标示就是水温过高的时候 禁止你打开它 所以呢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到 说检查这些地方的时候安全还是第一的 所以我们自己要动手检查的时候呢 这些设施啊 比如戴一个防护眼镜啊 跟这个什么干净的毛巾呢 来做这些准备工作是有必要的 那我们如果说碰到了这种的水温过高的时候啊 我们建议最好先把车子停到路边打开紧急灯 然后呢示意其他的车子我们车的这边有一些状况 然后在等半个小时以后再去检查你的水的这些系统是不是很正常的在循环 那往往有可能呢是我们在所有的保养都做了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小的环节这个小的环节叫水温调节阀中文那英文管它叫Sermostar它是根据你的水箱的产生的温度而打开的大与小就像我们路过水库它的那个水阀可以说哎在水位高的时候它有可能打开的高在水位低的时候它有可能打开的比较少一些所以呢水温调节阀它如果不能正确的在水位低的时候它有可能打开的比较少一些 完全打开的时候当车子过热的情况下它没有一个很好的循环会造成我们既不缺水也没有任何漏水的状况那还是水温过高这有可能是我们的循环系统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自己能动手做的当我们看到这些问就说水也有然后呢也没有任何漏水的状况那往往我们这个车子是水温调节阀有可能出现状况了那我建议如果说是这种状况大家要么我们叫拖车要么就是完全让车子凉下来或者等着天气降温下来的时候我们也就是说下午 晚一点的时候我们再试图给它开到这个安全地带这个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选择方式或者是干脆叫就近的修车厂派一个拖车帮我们把车子拖到他们的那里去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测 所以我们这个制作组的带我们也在一起吃饭